由亚洲余总、大马余总和Astro联手主办的Astro亚洲青少年羽球锦标赛今天拉开许目 那其中有参与的队伍呢就包括了中国、香港、印尼、日本和马来西亚等等 这场聚集各国青年选手的锦标赛一连四天在吉隆坡举行 那这些赛事呢是免费入场的 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场去看这些羽坛上的明日之星如何争夺冠军荣耀 吉隆坡五级加拉冠军体育馆今天聚集了14支来自9个亚洲国家的羽球队伍 准备在这场围棄四天的青少年羽球锦标赛中一决高下 活动开始前艺人们先来个歌唱表演 跟在场的球员互动舒缓他们紧张的心情 你看身穿一身运动服的副首相兼余总顾问旺阿兹沙 在ASHO后任首席执行员陈宝福和大马余总会长诺扎的陪同之下 抵达体育馆主持开幕典礼 旺阿兹沙在致此中表示 希望来自不同国家的参赛者能够透过这场锦标赛吸取更多经验 旺杰也寻寻善幼 要求在场的年轻球员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 她还颁出例子强调说 以前的运动员可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现在你会赛出一个机会 你会赛出一个机会 那些人 在那天 Tà Neckhyan想要去川普 去英国一起玩 观赏了马来传统舞蹈之后 旺阿兹沙亲自走下台下 颁发纪念品给每个国家的代表 同时还跟全体球员和教练拍大合照 台湖 马来西亚 我们来自香港 香港 加油 我们来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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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眼前这群15岁以下的弟弟妹妹 虽然年纪轻轻 不过对于羽球的那份热忱 可是非常认真 我参加这个比赛 我觉得很开心 会拿到很多体验 我觉得很期待和兴奋 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打这个比赛 我感觉很幸运 有这种机会 跟其他好球员 有这种机会是非常重要的 我会尽量的最好 虽然大家都是来自不同城市 不同国家 说着不同语言 但却共同因为羽球而聚集在马来西亚 一起交流 开拓视野 共同成长 为了保障 加图